最美的风景 这没当贵姐为陪众父母上下班 白货公司周年庆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在这忙碌的时刻 其中一道美丽的身影特别耀眼 哈喽大家好我叫姜品轩 21岁的姜品轩长相甜美 在白货公司打工 已换过五个化妆品专柜 但她并不是为了买手机或包包 而是为了生病的妈妈 高三我考大学前一个礼拜 中午我接到奶奶的电话 说妈妈重伤 为了究竟照顾妈妈原本考上高雄日校的她 转回台中念夜校 最心疼的时候是 看着她在医院的时候 对我打击其实很大 那是因为我妈给我的感觉是她心里长 那时候她没办法就是自己吃饭 不哭不哭她陪妈妈复健 亲手为妈妈吃饭帮妈妈洗澡 其实会很感慨 因为这些都是以前妈妈帮我们做过的 现在换我喂她 九个月后妈妈总算回到职场 但她不放心于是开始在妈妈工作的百货公司打工 换过一个又一个专柜 但她只要能看到妈妈好好的 受呼闲累 她也期许未来自己能当一名空姐 现在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可以英文 你放得下行吗空姐会来可以去 就是妈妈也觉得不过去 她就是还想象说如果以后去当空姐 然后去其他地方可以买个小饰品 然后她做一个小店面 董新闻 这就是最动人的背影报导